我听说这还没开除阿雅克 为什么呀 学压你的脾气应该是立即收起到落 把它给处理掉 留这么一个坏分子 吃里扒败地等着过年 人家后来不也是迷途知返了吗 而且现在公司马上要发奖金了 这个时候把人开除 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我听大罗说 雅克的妈妈生病了 家里应该挺需要钱的 你是这样的人吗 我不是同情心犯了啊 我是换位思考 雅克其实也没犯什么错 只是大家的立场不同了 都背地里说你坏话了 还在没做坏事 人家只是保命而已 见风使多余不是什么大毛病 在职场上抱老板大腿 听老板的指示做事 这不是很正常吗 雅克虽然有的时候耳根的似乎有点软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工作能力的 而且前一段时间我听大罗说 很多事情没有让他参与 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认识的你相来 没这么有同理心的 再给你一次机会 想好了再说 我就喜欢这么一个 事实不复诸的小刺 考虑 好晓了 你怎么在这啊 她是不是有点喝大了 只是普通同事管想 否则呢 这不都送你回家了吗 人家网约司机也天天送我回家 那能一样吗 正式介绍一下管腾飞 我说她亲哥 亲的 你不一定 长得跟我对面似的 丁宁 万里的总经理 总经理 可以可以 我们小时候就是厉害 一般不出手 出手就是打着 这应该怎么 金主爸爸应该就 管腾飞 你给我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措辞 微信还是支付宝 两千 不多 王梅丽那块受苦无凭 怎么样 你要是敢告诉王梅丽 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砍一刀 一千 怎么样 还吃得得了 又没钱了是吧 不是让你找工作了吗 什么叫又没钱了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不找工作呢 就我这事行头 它适合找工作吗 你看 总经理在这儿坐着 我这事行头 这面试它肯定不合格 你作为妹妹的 是不是应该赞助一下哥哥 管腾飞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好马配好鞍 你自己是什么马 二维马 来来 你吃一个这份 我 我不吃 我不吃啊 今天晚上这顿饭多少钱就 折腺 折腺可以吗 来 进 老大 您找我 坐 老大 您不是说好不开除我了吗 急了 先坐下 谁说要开除你了 把新闻打开看看 年终奖 不要可以还给我了 老大 老大 你吓死我了 你是做贼心虚吧 没有 谢谢老大 老大 以前是我做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任何对你不利的事情 你是我的老大 永远的老大 光靠嘴说是没用的 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先打断你的腿 再开除你 散驼 教人 老大 尝尾 滚 三 散 颜 垃圾 非得走到这儿了 萱萱 真的回不去了吗 咱们毕竟在一会儿这么多年 而且我真 闭嘴吧你 赶快签了 我后面还约了别的人 萱萱 最后吃一顿分手饭吧 虽然做不成夫妻 还可以做朋友 以后万一有事情 还可以互相帮助呢 手机给我 密码是你生日 我改回来了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俩今天 从这个门走出来以后 没有必要再联系了 所以我帮你删了我的联系方式 陈萱萱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酷无情了 你还把我联 你把我开机免马改了 改成什么了 我想不起来了 陈萱萱 你是不是有病了 你给我改回来 不是有病啊 所以我忘了 陈萱萱 你是有大病吧 你自己一事无成 看不到别人比你好 是不是 陈萱萱你这样的人又冷又笨 你一辈子没出现 手续办法顺利吗 从今天开始 请冲步我为 新世纪独立女性的荣光 荣光 为了庆祝你先生 我送了份大礼给你 什么大礼啊 大帅哥啊 我说关晓温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你好 走 干什么 兄弟 知不知道你惹麻烦了 怎么了 网上爆料的热帖 说渣男婚内出轨 虽然没直接点名啊 你看这描述的 就差把你身份证直接公布出来 你 你 肯定是陈萱萱那个女人弄的 林浩 你过来一下 好自立志吧 兄弟 主任 我那个 您别听网上乱说啊 林浩 你是部门里的年轻骨干 之前领导们都很看好你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想继续往上走 那么个人作风也很重要 品行不端等同于违法乱计 不会再得到上体信任 我们还没庆祝吗 嗯 你庆祝什么呀 庆祝都快没了 哎呀 别生气了 你不还有我吗 你不还有我吗 别生气了 你说 让你说起来 大老四十回家 为了你 你还这么有钱啊 我不输你钱也叫不 还没问你呢 说两次你说 要买车 什么时候提车 好吗 已经到手了啊 那明天带我去兜风好不好 没问题 谁啊 谁啊 你去看看 是不是喝多酒的人 走错房间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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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